這個地方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叫氣候排序法 那這裡 這地方是使用什麼呢 使用那個交換的方式 也就是說 把 由小到大好了 那如果看到大的就把它往下排 大的往下排 一直排下來 所以 將較小的元素移動到正列 的開始 然後較大慢慢 向正列的最後 所以有點像水缸裡面氣泡 這個大概一個原理 那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一個正列 0到3 總共4個 長度是4 然後8934 大概類似這樣亂序的排序 這個排序 順序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做一個排序的話 那基本上 根據剛剛氣候排序法的這個準則 那比如說互相交換 那交換的原理是怎麼樣呢 比如說我今天第一個 我要把89怎麼樣呢 跟34做交換 交換 然後呢 在89往後移之後又跟70 因為89又比78大 所以往後移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89 再往後移 就是跟45又 所以最後85要移到最後面去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你要思考就是說 這地方必須要兩個回圈 一個外回圈 一個是內回圈 內回圈是真的在交換資料用的 那方法的話我想我們來看一下 這地方 我實際上已經run完了程式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那基本上 就類似這樣 我把它run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run完的結果 本來是 第一個原始勝利是這樣子 那最後run出來的結果 排序出來的結果 就是要讓它由小到大 那或者各位也可以再反過來 如果說金北也可以把這個部分做改寫 那如果顛倒過來由大到小的話 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 原理原則大概相同 那首先的話 我這邊做哪些動作 第一個部分 這個程式 我想這一段部分 這一段部分 實際上就是指的是這一段 輸出嘛 那這一段的話 其實就是這一段 就是輸出 那主要是中邊這一段 中邊這一段我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我把它 做一個顛倒 就是說第一個 我由追的話 這個追是第一層外回圈的意思 那外回圈等於什麼呢 我是由什麼呢 由大到小 慢慢的 做一個往內 做一個回圈 那先從什麼呢 先從大的 然後呢 條件就是說 當追大於一的時候 跑這個回圈 也就是先 全部一起比 再慢慢比 就是全部四個一起比 再三個 再兩個 再最後一個 來用減減的方式 這個是第一層回圈的部分 那第二層回圈的話 就是資料交換的部分 那資料交換部分的話呢 就是 預設 i 等於0 然後當 i 等於 0 然後當 i 小於 j 減 1 那這裡面的話就是 我 j 的值的話 總共會有四 總共會有 總共會有長度的話 這個是自傳的長度部分的話 總共會有四個 我們這個編號是0到3 這邊加加 其實這樣看 我把它直接 run 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會比較清楚 我用那個 debug mode run 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的中段點大概設在這裡 直接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首先第一個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 data 本身是一個陣列 裡面只已經丟進去了對不對 那 i 的話呢 現在我把中段點設在這個地方 然後往下 然後這個地方 i 的話 因為我上面有用 i 所以等一下應該會從 0 開始 ok 然後我先 j 的話是由大到小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先跑到這裡 然後呢 比較的方式是 如果呢 加 1 它小於 就是說前面的 這個是 i 現在是等於 0 現在 0 然後加 1 的話是 1 如果呢 這個前面 就是這個 0 的話 這個 0 跟這兩個相比較的話 如果前面的大於後面的話 那做什麼 做交換嘛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比較這兩個 這兩個比較 這個前面的 其實指的是這個 加 1 之後是後面這個 如果它大於 前面這個 89 一定大於 34對不對 所以會進入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我做什麼事 就是把什麼呢 把 交換一下 我這邊會增加一個變數叫 temp 就是把什麼呢 小的先放在暫存區裡面 小的喔 先把它放在暫存區 也就是說 34 會先把它丟到那個 temp裡面去 temp裡面去 然後再把什麼呢 把 89 蓋過去 這個有沒有 把它蓋過這個 1 這樣的話 89 就放在後面 然後 34 再怎麼樣 把它寫回去 有沒有 就是它跟它交換的意思 交換完畢之後的話呢 再來跑下面一個 看一下 再來 1 跟 這兩個比較 1 跟 2 比較 有沒有比較大 有 那就再交換 所以把 78 放在 temp 89 把 78 蓋過去 再把 78 放回去 在一樣的方式 89 跟 45 比較 有沒有 然後 45 又比這個 45 又比較小 所以呢 先放在 temp 裡面 然後再把它蓋過去 所以這樣的話 基本上已經排第一次了 可是有全部排完 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第一輪的排序 我們已經排完 再來的話 再回到追 第二次的話呢 我們排就不需要從頭排 為什麼 因為這個 89 已經是最大 所以呢 我們就只要排什麼 前面三個就好了 對 所以前面三個呢 一樣排排看 比較一下 這第一次 34 78 沒有比較大 所以不需要 第二次的話 78 跟 45 78 比較大 所以 75 怎麼樣 78 就跟 45 交換 所以 45 先放 temp 然後 78 移過來 再把 45 翻回去 對不對 然後再來比較 所以接下來的話 這個 78 已經又最大了 所以不需要再比 所以往前就是變成這兩個比較 那這兩個比較之後 沒有比較大 所以怎麼樣 跳離了 所以呢 追的話呢 最後到 追等於2的話 基本上 再 就 大於 這個追 等於1嘛 如果當 追等於1的話 那基本上就跳離這個回圈 最後的話 把結果輸出 那輸出結果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比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外圈先去決定什麼呢 就是全部先第一次全部一起比 所以我先 4 3 2 1 第一次的話全部比 比完之後 89一定是最大的 所以第二次就不用再比89了 第二次就是比後面三個 所以我用這地方的話是 就是越來越小 減減 然後裡面的話是真的比較 主要的搬移的部分 程式在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是 前面的如果比 應該是前面正列 所以比 前面的比後面大的話 那就怎麼樣 要交換 所以重點應該是在這個地方的 回圈部分 我想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前面在那個 樂透彩裡面也用過 基本上以後都會用到 你只要有需要做一些 資料交換 班以比較大小的話 都會用到類似 像這樣的一個 泡沫 這個泡沫排序法 那這個畫面 我也已經放上去 請各位試試看 可以把畫面先畫面 錄一下